我講一個笑話好 有一個女的跟閨蜜一起看 宮廷劇 這個宮廷鬥爭的劇 這個女的就問閨蜜 你看 以我的諮商在皇宮裡面 能夠佛幾集 閨蜜講 就你這樣子的身材 這種面貌 還想進攻啊 問大家 慧靜喪聲能不能進攻 我告訴你 我們這裡就有兩個皇宮出來的 我們在座的 只有兩個是皇宮的 一個是周朝 宗穆王時代 宗穆王時代 宗穆王時代的聖輝 一個 就是在唐朝 唐宗宗時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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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聖得輝 就在我們座裡面 非常巧 這兩個女生啊 都有一個非日 是 大家看到了 剛剛大家看到了 其實他們都是 都是 都是有來歷的 兩個人名字都有一個非日 一個非日 嗯 不能講出來 隨便你們猜 隨便你們去猜 反正大家最喜歡的就是 八卦 這人在世界上啊 你看小孩子剛出生 他就開始牙牙學語 一大堆小孩子在那邊 雞雞刮啦 講的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就是八卦 從小他就是八卦 一直到了 這個老了 還在八卦 那我們現在 講的是真實的 是非常實在 唐宗宗 有唐賢宗 唐宗 唐宗 唐 唐 代宗 不是太宗 唐代宗 唐代宗 這三個皇帝 都是弘揚佛法 在那個時代 翻譯了非常多的經典 唐朝的時候 周朝的牧王 是唯一一個 到了搖池先進的皇帝 周朝的牧王 是唯一一個 在歷史上記載的周牧王 到了搖池先進的一個皇帝 唐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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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唐宗